封测大厂日月光宣布 以14.6亿美元的价格将四座中国晶圆厂 出售给北京智路资本 预估12月完成交易后 可任列处分净利益约6.3亿美元 约新台币175亿元 日月光集团打算将资金转用于 扩大台湾先进封测布局 台湾半导体也建立了完整的产业链架构 也成为全球高科技产品的主要供应者 业界解读台积电宣布南进高雄设厂 日月光集团也跟进调整全球布局 加大在高雄的先进封测规模 因应高雄半导体产业聚落成型 知名半导体分析师陆行之分析 日月光四个大陆厂主要从事中低阶封测 还有材料业务 占集团营收获利估计不到3% 长期影响不大 日月光二号股价以105元开出 上涨1元 摩根士丹利给予持有评级 目标价为108元 新唐人亚太电视王冠林张元亭 整理报导 这个数据已经是一种